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GSE游戏情报组 我是你们的游戏探员拉比 今集继续由我和大家介绍9月份的最新中文化游戏消息 今集结合了复古、粤旅、台湾游戏团队制作 罗利峰魂系游戏和战略型梦幻RPG的介绍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 一款别出心裁将探索、动作、冒险要素融为一体的经典游戏幻然一新 神奇男孩《龙之陷阱》以重制版的方式 在9月30日登陆PS5版本再次归来 这款银河按摩程式动作游戏你有没有玩过? 在2017年独立团队DZCREED为游戏推出了重制版 以耳末一身的风格重新识典这部经典的游戏 结合了探索、动作和冒险的元素 感受主角的身体因为诅咒而变成了色役人 亦因此得到了可以不断变化身体形态的能力 只要角色在游戏中打败敌人就可以获得新的形态 可以发生成老鹰、老鼠、龙、狮子和鱼人等等 各个形态所拥有的能力都不同 让玩家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游戏乐趣 现代、复古方格都可以一次体验到 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随时超换现代画面 和百位元的复古画面和音效 只要按一个键,1989年的画面和音效 立即重现眼前,回忆再次涌现 如果有留意我们GSE动向的你 应该会知道我们预告了不少中文化粤旅游戏 而当中马上要登场的就是军于雪中稀奇 亚洲中文版将会在10月20日登陆Switch平台 丰富的游戏限定版,你订了没有? 由Idea Factory旗下粤旅游戏品牌Automator出品 与日本搞笑艺人组合Haraichi成员 岩井勇气先生共同开发 讲述一位少女和非人之物奇虚 共同编织的梦幻和风戎爱冒险游戏 一名拥有特殊能力的少女 生活在远离干户之外 没有过偏僻的村庄里面 如果她在某处见到黑色施线 那里必定会发生祸戀 村民都很害怕这种力量 将少女驱框至常年即雪的新山里面 这个时候自称与亭班成员的青年前来拜访少女 这个少女在后非人之物 知晓爱为我物的故事 另外凡购买首批中文版游戏 即可获得以主视角图进行设计的 珍藏纪念色指一组 幽雅且放色彩层次感的画面呈现 和口实易保存的设计 没那么依赖 又好压放在桌上欣赏 同时为满足亚洲粤旅游戏 今次均于雪中稀奇 都会推出独家豪华色级的亚洲中文限定版 收录角色货让玩家喜欢的珍藏周边来满足各位 除了团日本限定版内附的 完全中文色特典小冊子之外 今次亦都采用了USB收录原声音乐 和广播剧 同时亦都会附赠中文台词本 比玩家更容易了解当中的剧情 针对亚洲玩家都特别制作了布海布 角色徽章和角色压迫力抹牌 充满角色和碎气的奇虚门 在你身边回复你共到每一刻 在Steam拥有压倒性的好评 由台湾游戏团队PubuyaGames开发的 小猫女洛贝塔 被玩家称为罗莉版的黑暗灵魂新作 准备在9月29日登陆PS4和Switch平台 小猫女洛贝塔 是一幅魔王系的动作游戏 同一幅魔王系游戏 也是主角不是拿着冷武器 而是一个手持魔障的小猫女 重点是 洛贝塔相当可爱 故事中 洛贝塔为了尋找自己的新世迷团 来到了一座古堡 而且同一只黑猫在后 两人将结伴前往黄作 但想不到 趴来的沙云正在等待对付不促之下 游戏的战斗方式相当简单明了 魔障射击采取第三人称过肩视角 而洛贝塔本身都可以施展近战攻击 加上翻滚和跳进操作 構成了动作砍杀游戏必不可笑的取捨元素 面对巨大的Boss 玩家同样需要判断闪避和攻击的时机 同时活用不同元素的魔法和罪气技 来打破姜布 而小魔女洛贝塔的成长系统相当简单易明 关卡的迷宫设计也不会过分複雅 同时还用一些需要认定技巧才可以攀弱的指定地点 加上这一类动作游戏必定有的定番补箱和破屋 你玩家可以充分感受到探索乐趣 游戏更加推出了豪华联名版 除了特製外盒之外 更加有特典画策 特典游戏背景音乐CD 复制签名台本 和限定联名卦族 如果你是罗里控 亦都是喜欢云系游戏 一定要试下这种新的体验 我们一起玩吧 喜欢战略型梦画RPG的你 可能会对这款重制版合辑有兴趣 聖剑同盟加光辉同盟重制合辑 将会在9月29日登陆Switch平台 聖剑同盟是在2006年首次在Gameboy Advance推出后 移植到多种平台上 并且是持续发展的战略RPG 今次登陆任天堂Switch 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功能 不单只给原有的粉丝 就连第一次接触的新玩家 都可以感受到新鲜感的游戏系统 正正就是这款Game的魅力 为解放祖国严战斗的邱角党拉 和盗賊王伟良乐所展开的故事中 玩家可以透过在场上和对决中的战略选择 还有介入来击退强敌 并且可以透过同盟系统 和战术卡片 还有新增的各种便利功能等等 多种方式进行战斗 而光辉同盟是2011年首次 在PlayStation Portable銀行销售后 2021年3月将高画质版移植到任天堂Switch 和iOS和Android平台的战略型梦画RPG 而本作的特点就是用了由 亚克系统 亚洲分店法学 验证研瓦中的Sting公司 战略RPG 任天堂Switch 聖剑同盟 团体中文版相同的同盟系统 和战术卡片 以世界上百成为海洋的世界为背景 可以进行主角海察少年E-Solden 和团少女露露相遇后 展开二块范围的冒险梦画游戏 并且根据玩家的选择和行动 之后她的地方 可以成为同盟的角色到尽弱 利用新生的功能和新元素 展开全新的梦险了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集陆续有更多新游戏介绍给大家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们再按旁边小小铃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